今天我们做这个菜就是素食蚱蚱炒雪梨红 在本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1-2秒的时间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这棵就是原装的雪菜 因为中间的部分是最爽口的 出名的上海菜馆 只需要中间劲的部分才可以买得这么高价格 腌的部分我们可以留下来炒肉丝或者绿面米粉 基本上切了头和味只剩很少 下水浸雪菜浸1小时 因为南货馆回来的就没有放任何添加剂 只需要粗盐来浸 用盐水和添加剂来浸雪菜有什么分别呢? 一来就健康点,二来吃上口就爽脆很多 这里有三种形状的蚕豆 一种就是未脱外壳 中间那粒就是脱外壳 但是未脱衣 摸着壳壳就会变成这么清绿 可以用把小刀来剥 中间剥出来 它的壳壳是很容易剥的 这个饭食的就是蚕豆的鲜味 所以一定要买新鲜的蚕豆 不时不食 准备一些冰水 如果家里没有冰的 那你就把水放在冰箱里面5-6分钟 水滚就放蚕豆下去 煮大约2分钟 然后马上就留上来 放入冰水里面 一直到蚕豆是凉的 咸豆太热会变成色 就没有那么脆绿的了 那你倒入水 然后晾干它 冰菜就首先要用厨房椅 来吸干水 然后切一粒粒 现在炒到冰菜 再放油 放入蚕豆 加入少许的糖 你要轻手一点 不然蚕豆就很容易烂了 因为冰菜本身是有盐分 所以我就不用再加盐了 只是加少许的糖 在蚕豆炒一下 这味冰菜蚕豆已经完全完成了 今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的食谱 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